《密室,悬疑!徐征这部芯片玩出了新花样》 《密室,悬疑!徐征这部芯片玩出了新花样》 今年的五一档同样是《硝烟四起》,十部影片集体出闸 其中最受期待的莫过于刘若英首次导演作品《后来的我们》,以及徐征阔别三年主演新作 《幕后玩家》。A.O.I.B. 在还没上映之前,小星就被幕后玩家的海报给吸引了一番。 比如上面这幅,《灰鞋》中顺带透露出电影主题,长了头发的徐征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,竟然直接拿肥皂洗钱。 又如下面这季服,无论是雕塑、玩具还是摆射品,只要有眼睛的地方都藏了一个摄像头。 这种细思极恐的莫名诡异感,让观众在还未观影时就体验到了悬疑的氛围。 除了电影《海报》,片名也十分有趣。 除了电影《海报》,片名也十分有趣。 主持人家,这部电影的英文翻译或许更能体现剧情的精髓。 AORB? 以下不涉及重要剧情剧透,请放心实用。 徐征饰演的钟小年,是一个著名的财经操盘手。 操控股价,套现洗钱,各种金融黑幕无所不为。 就这样,潇洒到中年,身家数十亿,湖畔别墅,宾利跑车应有尽有。 看似风光无限,实则暗含危机。 妻子魏斯蒙,王立坤,是,忍受不了干净坏事的丈夫,准备和他离婚。 公司合伙人含万年,王燕辉,是,不满千年老二十位,对他的钱财地位虎视眈眈。 助理兼老同学朱南,赵达,是,暗恋魏斯蒙许久,又对他的老婆蠢蠢欲动。 此外还有不停围绕在身边的小三庄艺,朱竹,是,神秘的财经记者田宇,段博文,是,以及钟小年的师傅曾广文,任达华,是。 每个人,都与男主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突然有一天,男主角醒来后发现自己被锁在了自个儿家里。 门提不开,窗打不烂,叫天天不眠,叫得得不灵。 这是国产悬疑片中难得出现的封闭密室。 因为即便男主耍心机割开了门,也会发现,外面依旧是一个密室。 唯一能联系的,是抓他的人留下的对讲机,用来宣布游戏规则。 接下来的五天内,每天早上九点,神秘人会出一道选择题,男主必须在三分钟内作答,如果不选择,则默认两个都选。 而对方给出的题目,无疑是要玩死他。因为题目都是这种类型的。 A,当众公开与小三的恋情。B,承认自己恶意哄抬股价。 男主会如何选择?是否能逃出密室?神秘人是谁?幕后玩家又是谁?这是电影最重要的悬疑点。 而导演聪明的是,随着剧情的发展,他想让观众产生怀疑的对象,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。 事实上,密室逃脱是制造悬疑气氛的最有效方式之一。 被困着的慌张,幕后操守的神秘,以及环境的突发性。 在封闭的空间内集于一体,能够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刺激观感。 如果不细致地去考虑主角的饮食,精神需求等常识性Bug。 仅从密室空间的悬疑制造来说,幕后玩家是可以被称作优秀的。 无论是徐征的演技,密闭空间的布置,还是剧情的紧张性,游戏规则的趣味性,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 但很可惜,密室这一part并没有贯穿全片。 到了后半部分,导演更多是用户外的情节来推动剧情发展。 而明显的是,户外情节与过往的悬疑电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或改进。 片中有缺陷的地方都被堆积在这一部分集中展现,掩盖表现突出的密室part,最终给了观众一种无功无过甚至烂尾的感觉。 虽说就悬疑电影来看,不算烧脑,却也算诚恳。 作为一名新人导演,这样的悬疑作品虽然有缺陷,却也无疑是值得肯定的。 毕竟不管是从选角,题材,剧本或是制作。 都能看出这是一个想做好电影,而不仅仅是流量电影的团队。 就凭这一点,无一道的十部电影中,小新也会私心一些手推这部幕后玩家。 最后还想说说主角徐徐征。 是的,徐征曾经常这样过。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错觉,总觉得徐征时常在荧幕上出现。 但事实上距离他上一部电影供应,已有三年的时间。 三年后,他携带幕后玩家《超时空同居》《我不是要神》三部作品归来。 无一例外,全部都是新导演作品。 而他本人也渐渐多了个标签,善于发现和扶持新人导演。 事实上,徐征能的这一美誉也是有由来的。 从2006年客串演出宁浩的成名作《疯狂》的时候,到自讲片酬主演杨庆的处女作业《店》。 后来这位导演创作了《火锅英雄》,在导2014年主演《催眠大师》,打开台湾导演陈正导在大陆的发展空间。 这一切,都能看出他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所信奉的责任。 毕竟小星一直认为,中国不缺好电影,不缺好创意,不缺好导演,缺的是能扶持他们的国乐,以及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。 而极品是在自己演的证据上,徐征也似乎没有过自杂招牌的行为。 在这个流量至上,IP至上,娱乐至上的电影年代,能保持本心,挑好剧本,琢磨演技。 他就值得小心奔着徐征二字据电影院观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